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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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夫人方无言 你不能用自己的权势让别人做事情 而是要以李夫人才能让他人没有怨言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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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生打扫好 保持自身干净 自己也舒服 别人也会喜欢 而且我们做游戏也不会怕把身上弄脏了 说的也是 不够自想 如果玩捉迷藏 藏到角落里肯定会沾一身灰的 橙櫃里也积了不少灰 是该擦擦了 是啊 这地板确实脏了 那我们大家一起打扫吧 打扫完了才能好好休息好好玩 那我们就来一起打扫吧 你就负责端水吧 小铲子 你把这个角落打扫一下 这里太脏了 小勺子 你就擦擦窗户吧 要擦亮一点 筷子们 你们站在椅子上正好能擦一下橱柜 飞子 你负责扫地 嗯 还有你们几个 负责把屋子整理一下 下面稳一点 别乱晃 我摔下来可怎么办 你们怎么老挡着我 我们也不是故意的 还不是因为笑笑分工有问题 累死我了 我这么大的山区怎么能擦这么小的角落 笑笑真是不会分配 是啊 我这么矮怎么能擦到那么高的玻璃呢 笑笑她只知道在旁边指挥都不会帮我们 我断不动了谁来帮我一下 看吧 厨具们都很听我的话 这样很快就会打扫完了 滴滴 嗯 你也帮着擦擦地板吧 小小哥 你怎么不去干活呢 我要是也干活 谁来指挥呢 你们怎么不小心一点儿 这下全乱了 哼 我不干活了 我的头都摔坏了 疼死我了 我不要干活了 不干活了 笑笑哥 这可怎么办呢 嗯 我有办法了 小重哥说礼服人方无言 我跟他们说道理就行了 你们看房间这么乱 我们大家在房间里肯定会觉得很不舒服 而且如果做游戏也会不方便 不如我们把房间打扫好了再休息 我们不想干活了 笑笑你在旁边指挥不得当 还不帮我们打扫 我们不要动了 对 我们不要动了 你自己收拾吧 怎么讲道理也没用了呢 电话我去接 这下该怎么办呢 小小哥 九妈打来电话 说马上就回家了 都是因为我没有能力 只张着主人的身份 要求厨具们干这个干那个 才出了差错 这下肯定要受批评了 又给爸爸妈妈带来麻烦 哎 筷子在做什么 我是木头做的 不怕摔也不怕水 就让我来帮助大家打扫卫生吧 都是我不好 小小小 这下你知道了吧 不管自己在什么位置 对待谁都要宽厚 小知以理 动之以情 以身作则 多付出 别人才能对你无怨言 对他人尊重 他人也会尊重你 小虫哥 我明白了 我一定以身作则 小虫哥 你有修理家具的工具吗 借我用一用吧 好了 小虫哥 你真厉害 那个储物盒快要掉下来了 我要把它放好 你没有受伤吧 摔得很疼吧 都怪我没有接住你 以后不能站在这么高的地方了 不仅不安全 提提想要取下你的时候 说不定也会被砸到的 笑笑 我也来帮你干活吧 我个子大 可以扫地 我比较稳当 力气又大 能踏到天花板了 我个子小 力气也不大 不过我灵活 可以帮你整理杂乱的东西 我还可以擦窗户 我来给大家端水吧 我能端很大的一盆 笑笑 我们都来帮忙打扫卫生吧 真干净 小小提提 我们回来了 买了好吃的东西呢 这么干净啊 小小提提 是你们打扫的吗 嗯 是厨具们 帮我们一起打扫的屋子 真是乖孩子 这下妈妈就省心多了 是福人心不然 礼福人方无言 如果仗势逼别人服从 对方难免口服心不服 所以唯有礼福人以身作则 别人才会心愿成福 小朋友们记住了吗 再见 彼此归生人寻 守小提刺激心 凡爱中而情人 要与彼此学问 父母乎义无患 父母明星无蓝 父母教许倾听 父母则许事成 父母则许事成 冬则问 夏则静 乘则心混则定 槌白鸡 赏油籽 灰色曹地岛 归要缩形不变 请所好理未知 请所无尽畏惧 神忧伤依亲友 得忧伤依亲修 亲爱我小河南 亲走我小冒险 亲友我见诗歌 一目色柔衫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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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无自宝 无自情 生日仙和世纪